就这女的瘦这事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跟设计女装的 那帮男的就不喜欢女的 你明白吗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发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期 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再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像 御环石啊 御环石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好像女生 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她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 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 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就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他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 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 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 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爷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 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 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穿不进去 二姐穿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 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她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榨才 另外一条是创造影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比谁腰细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扔硬币吗 有用 是不是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认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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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这个形象就得讲王子就反差大嘛 秀秀气气的讲这种这种玩意 我们现在临时两个人像女来得一极吗 咱打一极吧 咱打一极吧 咱们一起晋级一败 这都好 对对对对 喜欢演艺人的朋友不要忘了为他们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穿猫胎直接这么说的 我怎么算是 头一回见 然后国外那种 脱口秀有俩女孩一块弹琴唱歌的那种我见过 但是我今天稍微有一丝失望 他们中间没有顿点的突然间来个神经病的地方 对对 然后就能破一下 那样会让我觉得 我嗓子 怎么还是这样 然后那个 他们上一期有 是吧 上一期有 这是没来得及 对今天有点就是过于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缺那个 对让我觉得 然后就就就就特别好玩这种 我就是盼着那一点 然后但是没有出现 这是唯一的缺陷 但是两个人说话这些你一句我一句的 我让我觉得 女孩有时候还是一个人好 要不太吵 但是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特别可爱 开心 他们刚刚说那个沙拉的事 张梦老师是真的吗 是 就是那个一开始因为我们是刚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沙沙子他就是拿我们有一次聚会就拿了一秤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惊讶了 但是等到后面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练舞练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不用减肥了 其实我们都瘦了 这就不错了 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特别靠谱 干嘛飞着女孩都要瘦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的 最喜欢这样蓬松的少女 然后 对 特别好 不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那个自己脸稍微大一点点那是姐姐是吗 妹妹 她叫颜月 哦 你叫月就是因为你 其实你不是脸蛋是因为可能就更白一些就跟我一样 就一白就显得面积大你知道吧 就今年听到最温暖的话 不是这这哪这哪温暖 张萌老师的脸和颜月的脸 差一句还是什么 我来温暖一下你们 我觉得那个你们这个段子啊 就是这个价值观我非常喜欢 是的 我觉得女孩不要被标准化低 这个上就没有什么标准化的好美跟臭 就你自己喜欢自己就可以了 对 就你不用她们喜欢你 她们谁呀 对吧 但我觉得你俩就是还是比较瘦 就你们再胖个20斤这样一个段子 我觉得可能像我公子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孩都有自己的 被闪亮的地方 可以和让自己觉得自己开心的方式 就这女的瘦这事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就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跟设计女装的那帮男的 就不喜欢女的 你明白吗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我跟你说 最开始说那帮人说 你们要瘦才好看 说这话那男的他就不太喜欢女的 旁边喜欢女的那男的肯定说 老板你说就算 因为男孩没有说一定要瘦才叫最好看 我觉得女孩子呢 不要老想着减肥 那可不 是不是 这光减肥就不健康 光吃沙拉怎么能行呢 太对了 喝一点蓝盒 粘养奶健康不长胖 然后那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您太怎么着 就是管用 哎就是管用啊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也是已经很到位了 特别靠谱 好两位稍事休息 来来来 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 就自己一直想表达因为确实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新生 对能感受现场女孩子对于这个主题都非常有认同啊 我能看到一个观众他就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延延越比去年成熟了一些 不像原来那样就真的是必须得一板一眼 不能有一个错节 就他们现在台上会放松自然一点 能不能来一下